说到了杂交呢 尺寸很大的狮虎啊 这个物种呢 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杂交动物了 也是一种尺寸非常大的猫科动物呢 你无法在郊外看到它们 人们通常呢 是特别地饲养它们的 狮子和老虎一般而言 甚至都不会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动物 狮虎是熊狮和雌虎的杂交物种 它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长到非常非常大的体型 它们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狮虎 是赫拉克勒斯 就是个真实案例 它的重量有418公斤重 身体有3.3公尺长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带它去散步的话 那么情况会是个怎样的一个画面啊 狮虎大多比它们的父母都还要大只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它们的行为和外表也更像狮子 而不是老虎 不过呢 它们也还是有些老虎特征的 例如说背部条纹 以及它们都非常喜欢游泳 再来说到虎狮 没有人会因为你以为虎狮和狮虎 基本上是同一种动物而责怪你的 我的意思是说 它们确实都是老虎和狮子的结合体 没错了 但是虎狮是由公虎和母狮杂交而成的 它们的体型通常比它们的父母还要小 而且肯定比它们的巨人手足 咦 可以这样称呼吗 还要小得多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会从它们的老虎爸爸那里 继承了迷人的外表 并且从它们的狮子妈妈那里 获得有趣的特色 例如说 喜欢社交和咆哮的能力 毫无疑问的 世界上最稀有的杂交动物之一是鲸豚 这种家伙呢 是雌性贫比海豚 和雄性卫虎鲸的杂交物种 它的名字可能会让你有不同的想法 但卫虎鲸其实是属于海豚家族的 它们甚至和虎鲸没有关系呢 鲸豚是其父母有趣的一半 一半的混合和平衡的产物 它们有着深灰色的皮肤 黑色卫虎鲸和浅灰色海豚皮肤的完美融合 海豚有80到100颗牙齿 卫虎鲸则是有44颗牙齿 它们的混血后代则是共有66颗牙齿 如果海藻和阔鱼杂交 那究竟会生成什么呢 嗯 你不用想象 其产物就是绿色的海阔鱼 它生活在加拿大和新英格兰的岩岛中 它可能是你在这部影片中 所能看到的最奇怪的混合生物了 因为就整体而言 它是部分植物部分动物的 所以呢 嗯 某些阔鱼似乎会偷偷地 从它们吃过的无害藻类中 窃取部分基因 使它们看起来像这样 由于它们部分是植物 它们也可以产生植物色素 及叶绿素 所以这就意味着 这些特殊的阔鱼们呢 甚至可以行光合作用 这可是植物将阳光转化为能量的过程 所以它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 就能产生含有能量的分子了 当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绿色海阔鱼时 它是第一个能够产生叶绿素的多细胞动物 再来 当你把一只公豹和一只母狮进行杂交时 请问会得到什么呢 你会得到一只叫做豹狮的有趣混血种哦 这种动物长得几乎就和狮子一样大 但它们的腿还是跟它们的豹爸爸一样短 它们也继承了豹爸爸的其他特质 比如热爱攀岩和游泳等等这一类的 你也可以将一只熊狮和一只母的豹狮杂交 那么你再来将会得到一种被称为leaper的物种哦 熊狮通常有三公尺那么长 230公斤重 瓷豹则要小得许多 只有1.5公尺长 约36公斤重 由于这两者在尺寸上的差异 这说起来实在是太大 所以这种配对呢 并不会常常发生 好哦 水牛和乳牛杂交 你觉得如何呢 当你还小的时候 也许你会认为它们是很棒的组合 但在现实生活之中 这种组合会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杂交物种 叫做皮佛洛牛 能自己繁殖的杂交动物并不多 但皮佛洛牛便能自行繁殖 当灰熊配上北极熊 便会生成灰北极熊 或白灰熊 或者灰白熊 看你喜欢哪个说法 爱咋称随你 你甚至可以在野外看到它们 这两种熊彼此都瞧不起对方 是的 它们不擅长一起住在共同的栖息地 但是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是呢 这两种生物之间的爱情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并会产下这些可爱的 焦糖色杂交灰北极熊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是会比北极熊还要小一点的 平均的肩膀高度为1.5公尺 大约重量为455公斤 但是由于它们从灰熊家族那里 继承的基因的缘故 所以它们能够良好的适应 较为温暖的气候 接着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相当强悍的家伙 Jack Lion 顾名思义 它是美洲虎 Jaguar 和狮子Lion的杂交后代 所以英文叫做Jack Lion 我们对这些有趣的大型猫科动物的了解尚不多 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是很少 但是呢 有一只黑色的美洲虎 和一只母狮在无意中交配 最终剩下两只Jack Lion的幼崽 其中一只呢 长着带有黑色斑点的深灰色皮毛 而这是因为黑美洲虎通常拥有显性黑色素的基因 另一只呢 则是让人想起美洲虎的狮子色和玫瑰花斑 是的 你已经知道了 还有Ligars 及雌性美洲虎Jaguar 和雄性狮子Lion的杂交后代 真是缤纷多彩的家族啊 现在咱来说到野猫 你听说过热带草原猫吗 热带草原猫既属于家养宠物 也属于外来杂交品种 会这样 因为它们是家猫和野生非洲杂交动物的混合体 我们说的 那可是几乎和家猫一样大的 引人注目的动物哦 但使得它们拥有一国情调外表的 是它们高大的身体 苗条的体型 和带斑点的皮毛 这种猫呢 那可是非常忠诚 聪明又可爱的 接着 有个意想不到的组合 班鞠 严格来说 这是一个人们用来描述 斑马和任何马的杂交品种的名字来的 但是呢 当你把一匹斑马和一匹马杂交之后 它们的幼崽呢 会被称为斑马马 是的 不是念错 斑马马 斑马杂交种呢 大多看起来像是其所杂交的物种 但是 却长有纯斑马的条纹皮毛就是了 大多数的这些杂交生物们 甚至并未全身长满条纹皮毛呢 在大多数的时候 你可以在它们的身体和腿部的非白色区域 看得到条纹 说到了斑马杂交种啊 大家请看看这个可爱的生物吧 它被称为斑驴 它们的颜色大多是棕褐色 灰色或棕色 你可以透过其腿部和腹部的黑色条纹 来区分它们 与狮虎等杂交种不同的是 斑驴通常可以生活在野外 事实上呢 你可以在野外找到它们 开心地在以非洲为主的热带草原 和开阔的森林里生活着呢 接着你猜猜 你能猜到山绵羊是什么吗 是的 就是山羊和绵羊的杂交种 它肯定是这部影片中 最可爱和最惹人喜欢的杂交物种之一了 山绵羊啊 那可是非常罕见的 有些专家甚至认为 它们可能不是真正的杂交品种 而且有某种基因异常的绵羊 毕竟绵羊和山羊 确实携带有不同数量的染色体 也就是说 要想要夸五种杂交的话 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 如果将骆驼和羊驼杂交的话呢 你会得到一只可爱的小东西 叫做卡玛 这里说的羊驼英文是Lama 与皮佛洛牛相似 卡玛也会从其双亲中 产生出最棒的经济特征 第一只卡玛呢 当时是出生在1998年 它们的身体 覆盖着柔软的羊毛般的皮毛 类似于家族中的羊驼 它们可以一次喝大量的水 所以它们可以在 几乎没有水的环境下 存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Kai wolf是一种杂交种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似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骄狼Koyote和狼Wolf 在外貌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毕竟这两个物种 是在大约20万年前 才开始分家的 现在呢 它们仍然能够交配 并生出Kai wolf宝宝们 生活在加拿大东部 和美国的人们 可能会对这些聪明 适应性强的动物很熟悉 它们生活在森林 社区公园 有时甚至就生活在城市里 这些杂交种呢 是在上个世纪左右出现的 它们继承了 其父母双方的特征 当Kai wolf完全长大后 它的尺寸大小呢 是会介于父母双方之间 但是它会比纯胶狼还要重25公斤 下巴更大 腿更长 耳朵更小 尾巴更浓密 再来 看 这是独角白鲸 一种极其罕见的生物 它的父母是独角鲸和白鲸 虽然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 没错啦 但是 它们并不孤单哦 它们大多都生活在北大西洋 在过去的数十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 在1990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在格陵兰岛一名英纽特猎人的工具棚里 发现了一个外观很特殊的鲸鱼头骨 该地区的人们说 这里还有其他类似的动物 它们既不像是白鲸 也不像是独角鲸 有人们说 它们有灰色的皮肤 类似于独角鲸般的尾巴 像白鲸一样的骑 独角鲸和白鲸体型相似 它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家族 即单齿金科 所以它们能够在野外成功杂交 也就没有什么好令人感到意外的了